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国际偷盗犯罪集团三星派的头目 果然仍不可貌相 就在粉墙卫带着手下的弟兄们不断开疆拓土 壮大盗窃领地的时候 他们的行为也引起了棒子国政府的重视 于是便把搜查犯罪分子的事情 交给了由韩国FBI制成的广域搜查队 而我们的男主赵大英九十几中的议员 这天趁当大英还在调查一个连环杀人事件的时候 一个多年不见的塑料机友突然空枪过来成了他的新领导 并且对方一上任就命令他停止手上的所有工作 转而进入到最近这几起商业盗窃案件的侦查中来 一连串的官场操作让大英感到十分憋屈 但更令他抗拒的却是抓捕盗窃分子的事情 原因是大英曾有过一段和爬舌有关的痛苦记忆 而这些痛苦则是来源于他的母亲 及江湖上曾经风靡一时的盗窃皇后金满月 在多年前身为警察的大英曾经亲手将自己的母亲送进监狱 而这件事情也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不过算算日子 大英母亲也该到新满初狱的时候了 于是画面一转 监狱的大门缓缓打开 盗窃皇后金满月终于重见天日 当他看着周围的御友都能知道家人送来的白豆腐 寓意从此重新做人时 金满月也不由地想起自己的儿子大英 可当他没想到的是最后拿着豆腐来迎接自己的 并不是儿子大英 方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女主粉强薇 但俗话说得好 五十不登三宝殿 谁又会真的没事专门去给一个不熟的人送块豆腐呢 就在金满月坐在餐厅里大快朵鱼的吃着豆腐时 粉强薇也说出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就是来邀请金满月露火 虽然金满月之前当过盗窃皇后 但这几年的监狱生活已经让他下定决心要亲喷洗手好好做人 面对粉强薇的威逼利用 金满月只好从对方的保镖小帅的手里抢过一张刀片 最后更是直接扔进嘴里嚼了起来 虽然喷了一大口血 但也表明了自己坚定的立场 被金满月用这么一个狠招拒绝后 粉强薇只好独自带着弟兄们来到街上营业 在他的指挥下 这些爬手小弟很快就展示出了一套行云流水的盗窃技巧 可不料偷着偷着 几人就不小心偷到了其他犯罪团伙的地盘 而对方的老大为了泄愤 便直接带人将粉强薇堵在街上狠狠教训了一顿 眼看着一个弱女子就要被禽兽们愁得遍体鳞伤的时候 男主大英却突然开车路过 并顺手救下了这个不知底细的粉强薇 随后为了感谢大英的救命声 粉强薇便主动邀请与他共庆晚餐 无料在用餐途中 大英竟然亮出了自己的警察阵箭 这简直就是一出老鼠遇见猫的气码呀 于是受到惊吓的粉强薇里急撒腿就跑 而独自留在原地的大英 只能一脸懵逼地捡起对方留下的打火机 话说女主粉强薇到底也是经过大场面的 所以在甩开大英后 他不仅平复好了心血 甚至还能淡定地带着小帅来到黑帮老大那里复仇 一生打斗过后 对方的人马无一例外地都被小帅砍成了重伤 甚至连脚筋都被挑断了 而作为主使的粉强薇也只是冷漠地干着这一切 但没想到的是 他在前线刚寻万筹 身在后方的小弟们又给他捅出了一个娄子 原因便是这个不懂事的小弟 在公交车上偷了一个妇女用来治病救命的钱 随后还让这件事情被拨上新闻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 粉强薇只好派人将钱还给了那位妇女 可即使钱还了回去 警方也依然会对他们穷追不舍 就连男主大英也在看了新闻之后 历时要将这些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然而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 大英却无意中看到了金满玉和粉强薇的犯罪记录 对于资格的亲妈 她心里早已有数 但对于粉强薇 她此时才意识到 这个女人并没有那么简单 为了获取信息 大英便和上司来到白玫瑰的店里 探探虚实 不要对方的忽悠能力实在太强 只用三言两语就将两人打发了 原本以为两人的缘分到这就差不多了 可没想到大英很快就在 另一个帮派老大的婚礼上 又遇到了粉强薇 而且这次她不仅受到对方的忽悠 甚至连手机也被渗走了 于是在对方无休止的撩拨下 大英只好亲自到粉强薇的纹身店里 去拿手机 然后这一次粉强薇 却直接给她来了一出美人气 久过三巡后 两个期末的人就干起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在情到深处时 粉强薇趁机拿走了大英与母亲亲满玉的照片 随后她还将上次偷医药费的案子 引到死对头独眼龙的身上 于是被当成僵食的大英 就这么傻傻的待人 取替粉强薇除掉了她的死对头 从此三星派的地盘又打了一圈 原本生意做大就算了 但粉强薇却在发展事业的同时 还不忘打击同行 于是被欺负惨了的长发哥就直接杀到粉强薇的店里 并且还想在杀人之前先做点愉悦的事情 可没想到九十这么色欲熏心的一幕 恰好给了粉强薇反杀的机会 在一刀捅死长发哥后 粉强薇连忙就要来小帅帮她处理尸体 其料早已对粉强薇倾根深冲的小帅 竟然想要利用此事将她变成自己的私有物 这时又进入派的粉强薇忽然发觉 人是最靠不住的 于是她便决定要设一个圈套 与这些人进行了断 随后她拿着照片找到正在做清洁工的金满玉 并利用大英的前途来威胁她 让她替自己干完这最后一桩生意 为了儿子的将来 金满玉不得不向粉强薇妥协 然后就在她带着爬手们前脚刚出发 后脚粉强薇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警察 紧接着收到报案的大英连忙带人来到了现场 可没想到这个盗窃分子竟然就是自己的母亲 于是失望至极的大英 只能再次给自己的母亲戴上手铐 而这时小帅却突然出现 并且在打斗中将大英捅成了重伤 就在最后一刀即将落下的时候 金满玉已然为儿子挡下了致命的遗迹 甚至在临死前都不忘祈求对方放过自己的儿子 随后警察赶来制服了小帅 但金满玉却已经离开了人世 之后大英从母亲送给自己的礼物中 发现了那张照片 她满来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粉蔷薇策划的 原来当年同事抓住自己母亲的时候 惊讶的大英一不留神放走了其中一位同伙 而这个同伙就是粉蔷薇的母亲 在她逃出去准备和粉蔷薇会合的时候 直接被超速的大货车给撞死了 看着母亲死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粉蔷薇当场崩溃痛哭 在得知金满玉和大英是母子关系后 她便将母亲的死寄合于金满玉母子俩 于是迎刃多年策划了这场复仇行动 目的就是想让大英先看着母亲死性不改被捕 然后让她也常常吃去母亲的滋味 最后得知真相的大英会想起粉蔷薇那晚给自己展示过游艇驾驶证 于是凭着男人的第六感在码头找到了即将逃往日本的粉蔷薇 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 被爱情冲锋头脑的大英还是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她说你一开始接近我就是有目的的吗 粉蔷薇则回答道 你想听我说什么 盗贼每句话都是谎言不对吗 我不仅可以偷走你的心 还可以偷走你所有的爱 包括母爱 绝望的大英举起枪劝她自首 而粉蔷薇在无期徒刑和自由之间选择了后者 她以为深长地准备点上一根中垮烟离开 可烟还没点着 就被大英以枪爆头了 电影到这也就结束了 电影演到最后 导演才告诉我们这是一部复仇电影 前面留给大家的悬疑实在太多了 虽然警察按上小偷的剧情设定略显老套 但女神孙一真颠覆性的妖艳扮相 还是挺拉人眼前一亮的 冲着孙一真的颜值 还是很推荐大家去看看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 我是小蝴蝶 喜欢记得关注我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